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气鉴定 那么今天的主题是知真实假 跟大家介绍一下明代永乐时期的青花花卉文回口盘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 最近怎么不讲这个对比的 这个鉴别真伪了 这是因为呢 我看到太多人啊 在他们所展示出来的那些东西啊 真的就都是现代的仿品啊 都是仿古词 并不是真正的本巢的那些东西 这说明一个问题 在很多的收藏者呢 他们都没有见过真正的 本巢的那些东西 无论是元代的也好 明代的也好 清代的也好 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缺口了呢 这就给那些贩卖仿古词的人一个缺口 让他的这些东西能够跑到你那里 我还是强调那句话 做仿古词的人没有罪 有罪的是那些中间商 他们明明知道是现代的仿古词 却当作这个盗带的东西来销售 这个呢 就会是问题了 而买的人呢 第一呢 他总觉得抱着减漏的心态 漏可不可以减 现在可以跟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基本上早就没有漏可减了 如果说你在三四十年前有可能减漏 有可能还不是一定能 那么现在基本上没有漏可减 即使是你在拍卖公司 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买来的东西 那可能都是坑 并不是漏 为什么 因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 有三十多年 生产了那么多的仿古词 都去哪里了 不可能都在商家的这个 店铺里仓库里放着 早就销售的差不多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还在继续生产 那么仿古词的业者 人家自己本身就说了 我们这个就是仿古词 我们并不是真正的 本巢的东西 人家在卖给你的时候 就告诉你 而真正出问题的环节 就是在于中间商 有一些文物商人 或者是一些派卖公司 这个都是利益驱使 这个能理解 这就需要广大的收藏爱好者 你要知真才能够实假 你得知道真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你不能光说我 我知道它有某一些特征 这个永乐的清花有一些特征 宣德的清花有一些特征 这些仿古词具备了这些特征 就能把你唬住了 这个就是问题了 所以这就是我做这些视频的目的 那么咱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一键盘 这个盘它的高度是2.5厘米 它的口径是19.7厘米 整体的盘子 大家仔细看 这是磨印做成的 成所谓的魁口形 它有折颜 它的唇还比较宽厚 盘子呢 比较这个壁 比较浅弧度的这个壁 而且那是矮圈足 我们可以从它的这个圈足上看出来 它的胎骨较厚 而且呢 从这个口颜这边也能看得出来 那除了这个 它是沙底之外呢 内外呢 都是有这个清白柚 这是永乐时期的这个青花词的一个特征 这个清白柚和卵白柚 都是永轩时期的特征 大家要特别留意 这个清白柚 你可以看得出来 有的时候 在这个自然光下看 真的就是发青非常厉害 有的时候呢 就白中闪青 这个要特别留意一点 另外呢 我们看它的整体的装饰呢 都是用青花装饰的 它呢 继承了原青花的一些特征 就是 文士呢 它比较繁荣 但是呢 永乐时期和元代的瓷器来比的时候 它在繁荣当中 利用这个刘白 来表示这个 书朱朗和繁蜜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看它分了好多层 如果算上这个弦线的话 我们看分了多少层呢 一层两层 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七层 有七层之多 在口言上 它画的是这个 蝉枝灵枝 画了八朵 然后呢 在内外壁呢 各画了这个 花卉八枝 然后在这个 双钩的这个 菱花边 有两层 一层两层 在里边画的是 折枝的这个 牡丹纹 这牡丹纹呢 我们看 这两朵牡丹纹 形态还是有差别的 一个方向上不同 这个是它展示 在一个花枝上 它的不同的这个 朝向吧 像这样的作品呢 在伊朗的 阿德贝尔神庙 它的收藏当中 也可以看到 这就说明了 这种的这个文样 和这样的器物 也有出 有外销的 因为在永乐时期 有很多的这个 青花瓷是外销的 特别是那些 直径非常大的那些盘 它是属于外销的 这个呢 大家要明白 外销的和内销的区别 这都是咱们鉴定 这个瓷器真伪的时候 很多方面的依据之一 我们看这个器物的真伪 我们要看它的器型 要看它的这个胎用 还要看它的 青花的发色 我们看这一件 器物青花发色 非常的浓艳 蓝中泛脆 这是典型的苏玛黎青 它还有这个 晕散 还有铁锈斑 那么我们再看的就是 它的文式布局 以及绘画 绘画呢 大家要留意的是什么 绘画就是 留意有的时候 一些细节 细节表现在哪里呢 一个是花 是怎么样画的 它是怎么样留白 来表现这个花朵的 因为当时的这个清料 决定了很多的时候 它的绘画的技法 再有一个呢 就是要看它的叶 这个呢 都是细节部分 最后咱们就是要看它的圈足 像这样子的 比方说 现代仿品当中 有很多出现类似这种黄 它就是用高蒙三甲刷的 那么自然形成的和刷的 它的纹理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会进到胎里面去 它的纹理是不一样的 大家要学会辨别这些 另外呢 我们就要看它的这个修足的方法 每一朝都有自己独特的修足的方法 无论是碗 盘 瓶 罐 都是一样 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修足方法 那么在做仿古词的当中呢 也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专门做复刻的 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在现在的市场上 很少见到 为什么呢 那你说它做了这些东西不卖吗 它卖 它只不过卖的方式和一般的做仿古词 都是不同的 大家知道这就好了 另外一种呢 就是所谓中档的 它有一些呢 特征啊 都能够具备 但是呢 你去看细节的时候 能看出问题 还有一些呢 就属于啊 很低级的啊 那个仿的不伦不类 这是第一 第二 用的材料也很差 因为这个材料呢 大家要了解啊 所用的胎土 所用的釉 所用的清料啊 最后决定了 它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啊 这个不是说啊 一般的小作坊 就能做到的 因为它要花很大的价钱 它花了这么大的价钱 它万一烧坏了 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它要考虑成本啊 毕竟它是一个生意 它要考虑成本 这个运营成本 如果居高不下 它又造成很大的库存积压的话 那岂不是这个作坊就要倒闭了吗 所以呢 它在用料上和做这个复刻的那种 就是差得很远 包括其实做复刻的 现在呢 也会有一些问题 这个呢 就是关键 看大家的观察力是不是够细致 如果你的观察力非常细致 你能看出来其中的问题 如果你的观察力很差 那就很容易打眼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 再见 再见